波妞躲避布布,布布又火波妞,并连夸波妞和贾静雯,超可爱! 5月5日,美好的周末来了,当然不仅仅是周末那么简单了,今天妈妈是超人3更新一则贾静雯带娃记的视频,这次是布布和米娅的成长,不知道他们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? 想想布布平时是这么宠媚的女孩,想必和朋友直接的相处也很顺畅吧,现在外面就说说布和波妞的事吧,这个自带猛感的波妞真的是很好人喜啊! 波妞出场都是爬行的,萌气十足,布布姐姐看到妹妹爬过来也立马走过去,凑近波妞,开始了日常的宠媚,又是亲脸颊,又是抓的,哈哈哈哈,确实证实了贾静雯说的一句话, 布布喜欢波妞,但是对波妞的喜欢是对玩具的喜欢似的,不懂疼爱哈哈哈哈,波妞也是很可爱,随便布布怎么弄,手里拿个荷包蛋模型,哈哈哈哈,就是一个劲的往嘴巴里面塞啊,震措出布布姐姐的宠媚后,开始往前爬。 但是波妞啊,你为了躲开布布姐姐的宠媚,也没必要爬到桌子底下吧,哈哈哈哈,静静地坐在桌子底下,看住贾静雯和布布在对面召唤波妞,波妞,嗯,我就静静地看看,不说话,一脸疑惑地看住对方, 也是很可爱,贾静雯说过波妞很爱照镜子,也是爱美啊,哈哈哈哈,于是贾静雯用Hello Kitty的镜子来诱惑波妞爬出来,禁不住诱惑的波妞在贾静雯的唆势下慢慢地爬出来了,当然也是有犹豫一会啊,到最后可是飞快地全速前进啊,那爬一会就笑得表情,蒙死了。 小波妞是真的很臭美啊,爬到布布面前第一件事是照住镜子,看住镜子里的自己, 然后右手还不忘拿住镜子,哈哈哈哈,到手里就是属于自己的,拿住镜子就是往自己旁边移动,从布布姐姐手里抢东西的人恐怕就只有我妞妞了,要知道布布和米亚抢东西哪都是没输啊。 说贾静雯是贾三岁那不是空穴来封的,这布,他拿住镜子对住布布说,墨镜墨镜,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,布布面对谁最可爱? 那当然是可爱本人不妞了,贾静雯的这个问题布布也都是不假思索的说不妞,我想说论可爱谁比得过不妞呢? 贾静雯没有得到布布的肯定不罢休啊,于是继续问布布,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? 贾静雯对这个问题可是满心期待呢,布布也是不服贾静雯所望,激动的说出了妈妈,母子俩就缓开的做起了鬼脸,哈哈哈哈,也是很欢乐的一个小游戏,但是这个小游戏却暴露出了伯妞小公主的臭美属性啊,哈哈哈哈,太可爱了,感觉伯妞也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